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面那个隆德而言 这言 何土曰 此直达 也胜任由隐贤之隆德 今句初九 穷下之敌 盈日不现 故隐无庸矣 下面就看李道平的解释了 这个书这个字下面 假设问答了 移民经义 专题 这个意思就是说 假设的问答 不是真正的时候 有一个人来问 然后孔夫子来答复他 假设的 假设有一个人来提出这个问题 然后再做出答复出来 完全写文章的人 自己假设出来这个问题 这样的话 这个文章做出来比较 人家研究起来更容易明了 所以移民经义 用这个问答的方法 来说明了经的议理 专题 专题 经有专 经有专 我们就知道 春秋专 春秋专 有春秋走专 有公养专 有姑娘专 这些都是专题 专就是解释 在古时候 专就是读解 那么尤其那个公养专这一组代表 公养专都是先提出一个问题 然后就答复下去 孔夫子在这里讲文艺 一般讲文艺 实际上是叫文艺专 在这里讲项专 就是项专 文艺专 项专 顿专 这都是专的 后面那个细词也是叫细词专的 从这里才知道 春秋三传 就是跟孔夫子学的 孔夫子最早的用这个问答题 来解释经文 这个经文里面 比如说 初九 乾隆文艺 乾隆文艺这是周公写的 周公的细词 这是经文 假设这个何维也 这是个孔夫子假设的一个问 下面呢 紫月隆德尔尹 这也就是解答了 解答自己假设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开始 李道平说 这是转的题材 孔子说转的 转机 这就转的题材 转文 下五谣 这是初谣了 页瓜有六谣了 初谣是这样的 下面是五个谣啊 都是用这个问答的题材来解释 那么也就是把没谣的那个周公写的那个谣词 提出来以后 接着加一个合谣 所以下五谣啊 结也合谣 仿词也 仿词也 这个仿都仿 仿是仿销 仿销这一谣的 下面就是孔夫子解释的了 就过去有人说了 文言状不是孔夫子写的 是别人写的 为什么呢 加上一个子曰 可见不是孔夫子写的 他就不知道 假设的这个问答题的话 前面是问 后面是答 不加个子曰 怎么写的就是显出一个答复呢 就加一个子曰了 子曰自己称呼自己 可以的 后代的文章 称自己是子曰的话 很多 孔子就是学这个的 孔子那个 谁也都不能否认 孔子这七篇文章不是孔子自己写的 是谁写的 孔子自己写的 孔子自己写的 孔子那个文里面 经常举的孔子曰 孔子曰 读得很 孔子就是跟孔子学的这个 那后来 汉人卢在自己文章里面 称呼自己子 读得很 一直到唐宋 欧阳修写的修身符 是欧阳子方页读书 一开始就称呼自己欧阳子 你不是说 称呼欧阳子是别人写的 这文章不是欧阳修写的 他学的就是一个题 这样知道 所以下面叫子曰 子曰 子曰还是控制自己 称呼自己的 隆德而隐这也 河图呢 他读解那个断句 我们就念过了 李道平的书 李道平就说文 说文解字说了 龙能明能忧 说文解字里解释龙的 龙这个能够明 明就能够出现了 让人家看得见了 能忧呢 又是有炎炸起来了 看不见了 龙就是这么一种动物 下面呢 李道平解释了 把书文解字里解释龙这个意义之后 就说了 是 能忧能闲 这龙也能够把自己的身体隐藏起来 又能够显露出来 这是什么呢 这是龙啊 它能够办得到啊 圣人则有能也能显至龙德 这个圣人呢 他有这种龙的德 龙的什么德呢 能够隐也能够显 所以中国的皇帝穿的那个衣服啊 叫龙袍 龙袍啊 上面绣的这个很多龙 天子穿的这个衣服 天子用的那个用具 也是雕刻那个那个龙的图形出来 表示啊 天子啊 有圣人之德 有圣人之威 圣人之威就是天子了 所以这里讲 圣人呢 有能以淫能闲之龙德 金句初九 现在是钱挂初九啊 这时当淫义 就是时代来讲 这是隐藏的时代 它不能够出现的 淫故无永远 即使在这个时候应当隐 所以无永 无永就不能够用 这个李道篇说 也圣人有可乘之龙德 在这讲的读品上 成乎他 圣人有可乘之 就是这样 成大也好 成乎也好 成大圣人有龙德 隐而不陷 即使有龙的这个能隐能陷的话 在这个初九啊 他是 隐而不陷的 故意龙德而隐 这也解释第一句 这个何卫爷的问题啊 首先解释龙德而隐 那这个龙德而隐呢 解释乾隆 后面还继续地解释 不义师 孔子在讲龙德而隐 这也再加上不义师啊 这个问题要答复我了 后面有几句 这一章是不义师 后面不成名 本事无门 不见事而无门 乐呢则行之 悠则为之 缺乎其意不够把 前龙也 这几句话 都是先开始设计 一个文化何卫爷 后面这几句话 都是解答何卫爷 这个问题的 那么第二句 第一句 第一句龙德而隐 先解释龙的德 能隐的话 就是能够潜藏的意思 潜藏起来 为的是什么呢 不义师啊 古人不解的 崔景曰 也据当前之时 不义乎是而行者 隆之德也 下面就是 李道平的解释 这个书的解释了 照其孟子珠云 依是知也 先解释不义师的依子 崔景珠的话 他这个依子就是 不义乎是而行者 这依这个字啊 就没有详细的读解 李道平呢就是 先把这依子解释 孟子珠的话 最早就是赵琪 赵琪珠的孟子 是一种权威诸解的 你凡是讲四叔啊 讲到孟子的话 不管后来 是哪一家诸解的 都离不开赵琪珠 赵琪的诸解是什么呢 一档枝子讲 他诸解孟子有一句话 孟子进行天里面 孟子月一起田抽 田是农人种田那个田 抽就是啊 也是个天字边 左边是天字边 右边加一个兽 这叫仇 那个仇也是 是田田母的意思 叫一期天仇 一期天仇啊 这个意思 赵琪珠啊 一期天仇 这怎么讲呢 一档枝子讲呢 就治理天仇 讲究 这个农业这方面 一档枝子讲 汉学家 读解经理 他是不是讲根据 一个有很多种讲法 有档荣义讲 有档交换的贸易讲 那都呢 在这里 当着枝子讲 那古人那个 汉如固解的那个 朱孟子那个 朱的那个讲呢 当枝子讲 这就有根据了 那么就是赵琪孟子朱 一档枝子讲呢 不义是 就是说 当前藏 不治事 把这个乾隆 比如说人了 周一讲的这些 挂窑 这些事情呢 都是叫我们 从这里 学到用在人世上面 用在人世上面呢 挂窑讲的乾隆 实际上就讲到 我们人世 一个人 当他处在 潜藏不治的这个时代 古代叫做这个 太平的时代 叫治世 一切都是有条理的 乱世啊 叫不治世 这个世间很乱了 叫不治世 比如说李渊大同兵里面 大道之心也天下为公啊 那叫治世 到后边呢 有小康再到这个乱世 那乱世就叫做不治世 不治世啊 应当要潜藏起来 潜藏在不治世的时候啊 而行道于世啊 虽然在乱世潜藏起来 所谓潜藏就不出来治世了 虽然不出来办政治啊 而行道于世 这个呢 看个人做了 即使这个乱世要潜藏起来啊 那么就是 也不必行道了 就完全潜藏起来了 但是也有种积极的做法 积极的做法是什么呢 虽然潜藏起来 隐居起来啊 修道办教育 还是行道啊 孔子在春秋时代 那是乱世 那就叫不治世了 当然在政治上 孔子不办政治了 不办政治 也可以说是 不行道于世了 然而他就有立国 然后又又办教育 他还是行道的 这个解释 一个圣人呢 他在乱世 是隐藏起来啊 要行道 换一个方式 只是不办政治而已 由王毕诸 王毕诸就是 《十三经诸书》里面的 那个著本子 他说不畏世俗俗义 这个意思呢 就是不当知子讲了 这个意思就是 转变的意思 乾隆啊 他就是潜藏起来 就像圣人 他现在隐藏起来 不办政治了 不办政治 他潜藏起来啊 不会被世俗那种风气啊 把它转移了 一是转移啊 一就是改变了 不改变他的志向啊 就是王毕诸的 语世就是语发的 壮观的探砖里面 探砖是孔子写的 读呢 是于藩那个 那个探砖里面 有句话说 粗 钢啊 难拔 粗啊 是很钢的 钢是钢强 是坚固 有这意思 粗钢啊 难拔了 难拔就很难 把它拔 把它拔出来 不一啊 不一就是啊 好像一个树根一样的 树根长得很深啊 你要把这根呢 从土里拔出来 拔掉了很难 所以这个讲不一 在这方面讲呢 是这个意思 不不一 讲不一的意思就是 缺乎不拔之一也 缺是很坚确的 坚决的 确定的 不拔之一 不会被拔除掉了 不成名 解释不一是乎是 下面这就是不成名 前面那一个 汉如解释 只把它挂箱解释出来了 它是一切都有根据的 孔子解释是 不一乎是 就是根据的 像术来解释出来的 那么解释这个像术的时候 你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的意思 那就是说 所以归乎是 就按照王毕诸解 不畏事处所依依 圣人虽然现在封在乱世 没有出来办政治 世间的帝王这个位置 也没有给他的 他也登不上这个位置的 但是啊 他前参严重在人世间呢 虽然在世间 总统的这个威胁艰难 他的心理这个志向呢 绝不会更改 是这个意思啊 我们学周一 就从这个不一师 这三个字来学 我们现在虽然不是圣人 但是我们要学圣人的 学圣人 你凭什么学圣人呢 天命之灰性 我们人人都有天然而有的 这个圣人这个天性 我们虽然现在还是普通人 但是我们有圣人的这个天性在哪里 我们要学圣人呢 处在任何的一个 艰难凤苦这个乱世啊 我们千万不可以同流合污 世间政治上他行什么样的制度 他呵护圣人的制度啊 我们就跟着学 不呵护圣人制度啊 我们就不跟他学 我们用我们自己要 呵护这个本性上的这个 这样去做去的 不义乎失事 在教育方面 世间的教育 就是鼓励人家了 跟人家斗争 跟人家竞争 一起不让人家 我们不要这样去 我们还是要 学这个礼让 谦虚 我们这就是不义师啊 我们学礼让 修谦虚 唯有这样才能够 把我们天然本性 开发出来 这是我们的志向 这一句话你这个才看懂了 我不这样讲啊 各位看那个 汉主节看的 哎 这究竟讲的什么事情啊 你这样一解释 你就知道 孔子讲这个话 那的意味深长啊 我们学到 这个志愿一定要坚持啊 不能放弃啊 不成名 正先的诸解 正先曰 当银之时 一从世俗 不自疏义 无所成名也 下面是李道平解释 实当银而银 福养从俗 不自离义 故无所成名 这一看就好懂了 在那个时代 应当隐藏起来 就是要归隐了 在归隐的 这么的 福养从俗啊 世俗 一般人 什么样的 风俗 你随着风俗啊 福养 这两个字 福是第一 养是太极头来 表示啊 人的身份啊 你怎么样 你采取低姿势也好 采取 跟一般人的是什么样 形成兄弟 我们就按理来讲 这个时代 形的这个五首礼 就是五首礼 古时候 形成桂拜礼 那个时候 你就跟着形桂拜礼 这举一桩事情呢 世俗人的一般生活习惯 你就随着一般 完全呢 没有特殊的表现 就是跟普通人一样 普通人穿的什么衣服 那你是个隐私啊 你不能说 我是隐私 我穿一个特别 穿那个隐私的这个 设计的一个隐私的一个服装 出来 那这就对了啊 那就 屡众不同了 你虽然也是 一般穿什么衣服 你穿什么衣服 完全是 扶养 从俗 不自利益 不自己另外 标新利益 这样的话 无所成民 无所成民什么的 你看这是普通人吗 他也跟一般人一样 他没有什么特殊的了 其实呢 自己所有的圣人的这个 道德能力 全部人家 人家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 无所成民 其实这个也 也是不成民的意思 用在人事上面 我讲个用法 不讲用法 大家都是这个 学的这个 你自己不得受用 汉儒 汉学家 他的 所以就把这个 像书 根据讲出来 他就任务完成了 就等于研究这个 科学的 把科学的 基本的这个 学理解释出来 就行了 至于你怎么用法 那是别人的事情 他不管了 是这样的 那么 那不成名 我们学 周一啊 把汉学家 朱姐的这个 根据 孔子为什么 讲不成名 根据就讲出来了 根据讲出来 我们学的 不成功名啊 就是我们在 隐藏的时候啊 突突 都要把自己身份 都要隐藏起来 不要显露出来 一显出来很危险呢 那不像现在啊 现在也是 也不能显藏了 大家看得明 看得出来 看不出来啊 看不出来 你你你你你 个人你是 带倒霉的 看出来你自己可以 最底线都可以自己 保持自己 不会受伤害 古时候 那些乱师啊 再朝的那个 昏晕 以及那个小人 你要跟他这个 同流和无 没事情 你替他办事情 你要不跟他 同流和无的话 他知道你是一个人才 他就要想办法对付你 不把你除掉 对他是一个 是个危害 古人都是这样啊 所以你各位要看这个 古古代的那个 春秋 春秋三传里面 都讲都有的 就是能用 就用 不能用 他不受你用 就把他除掉 那现在还不是这样吗 现在 你参加这一帮的政治 他被你用了 没问题 你也不参加他这一帮 你参加另外一帮的话 这一帮呢 出出 你说话说 说说有一定的差错的话 他就把你小鞭子抓起来 你就受不了了 虽然不想过去 直接对你这个 杀害 但是啊 一撞高到法院去的时候啊 法院他有指挥法院给你一判 他要在你 叫你在这个 在不说别的 就不要叫你做做劳的话 要你在报纸上 在各家这个报纸上 登了大部分广告 这个广告费就让你破产 你就受不了 这个比过去差不了多少啊 即使做饮食了 那么自己啊 在这个时代 你就是完全隐藏起来 一切都是 古人家呢 江口莫言天下事啊 不言天下事 不是天下的是非 好的坏的 我们都不讲的 不是这样的 你不要随便呢 碰那些人 那些人的话 你碰不得的 你碰了之后 他你的言语上 稍微有一点这个 他可以告你的话 这个你一出现 你就受不了 所以说话处处要 要要担心的 这个不成名就是啊 不要把自己的这个 道德能力 让人家知道 就是学这个鱼啊 学这个普通通的 一个一个下鱼之人呢 这样才好 这就不成名 不成名学下鱼之人呢 可是自己就是 一直进入下鱼下去 不是如此 学孔子啊 孔子在路过来说 官做不下去了 政治办不了了 周游列国 周游列国是 也找不到 认识他的人 他回过来 还是整理中国文化 这个遗产 整理这个吴京 然后还教书 教学生 结果啊 他这个不成名 事实上的这个 这个事情呢 办的比任何帝王 还成功 孟子 引用孔子的弟子 像这个 这个哉我子共 都讲过 以关于夫子 贤于摇顺原意啊 就我看 我们这个夫子 他比摇顺呢 还要 还要成功啊 贤就比摇顺 治理天下 还要成功啊 贤这个字就是超过了 胜过了他 为什么成功他呢 摇顺是不错啊 摇顺是能够善上天下 那不得了的事情 但是 人存正举 人望正习 不在位了 这个摇也不错 培养一个孙出来 受他善威 孙呢也是不错 培养一个羽出来 羽到后来就不行了 传给他儿子 儿子再传给孙子 后来就是 最后一个下结枉出现了 周家也是如此啊 到后那个印周王 商朝也是如此的 印周王 周家以后 如果是周幽王啊 孔子呢 你看看 孔子一代一代 传到现在的这个孔德真先生 这个一代 七十几代这个子孙呢 在中国历史上 每一朝代的皇帝 有的是延圣公 有的是这个奉仕官 历代就是 就是公侯这个地位啊 不得了的啊 是他这个公德 一直影响到中国后代 你谁研究孔夫子修说 你的国家就能够新生起来 你谁这个 放弃了孔夫子的修说 甚至于这个 反对孔夫子的修说啊 你的国家没有前途的 个人也是如此 个人求学 你要修孔夫子的修说啊 你的未来前途就是光明的 你就学圣人 就是有道之人 你不需要 孔夫子这个学问啊 你比如说人做不好 今天之下你就学佛 你也学不好 实在说 学功 为什么到台中来 民国三十八年到台中 一开始 一方面教教授这个佛法 一方面就教这个儒修了 他老人家看着眼光看着眼 在末法时代 不用儒修来教做人之道 从这个基础开始学的话 一开始就学这个这个高深的理论 学不好 高深理论 学好的 学得小有成就的话 他的这个傲慢心就起来了 傲慢心一起来啊 那完了 傲慢心 人人都有的 从无世界以来都有这个 都有这个烦恼 再加上这个后天 学佛 学这个高深的理论 增加的傲慢心 你看看 这个怎么得了 所以学儒修 儒修就是 从做人 你怎么也学儒修成功啊 就从这个学这个 伦常开始学 从基本的这个 理学上面开始学 无论是理是约 处处让人 处处不要侵占人家 这是理学的这个 基本的修养 从这个理学基本的修养 从这个处处先让 让到基础 我反而这就出了 这个道理 我们老实不讲 我们今天直下 比如说 现代人如续不懂啊 韩语 到了宋朝这个 成子 诸子 没有一个人能够懂的 这个不是我们的自己 讲自己老实 确实是如此 所以我们不要看清楚 不要看清了 是儒家的学问啊 儒家的学问 你学的有心得 从这上面 扎实的去做的话 佛法就能学的好 不从这里扎实的话 你就把三段十二步修好 都背层很熟了 傲慢性一起来啊 比普通人还要 受害还要大 非常危险的 自己要特别紧密啊 那么不成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这个外表上 不要学的这个 不要表现自己 但是实际的功夫要做 你们各位把这个儒家 这个学理 从前处到深处 知道这个道理的话 一方面我们自己去做啊 再呢 就我们自己 跟我们有缘的人 有缘的什么呢 就无论的啊 从家庭到社会 我们发现有同事的 同学的 我们就把这个道理跟他们讲 这个你就是 不成名是成就事实 明不成就啊 做那个那个 那个真实的事情 一般叫功德 人家都知道这个功德啊 不知道你这个德是因德 因德的是更好 我们就这样学啊 学了这一句 懂得这一句 这个易经呢 他的好处说呢 无论哪一句啊 都是通达全部的 所以我在这里讲啊 当然这个你 照我这个进度的讲法了 你讲到哪一年才能讲完呢 但是我把这个 这个消息跟各位说 讲到什么时候 算到哪里 只要大家 我把这个每一句 真实的意思 讲出来 你自己能够收拥 真正在这一句上 有收拥了 其余的话 你就能够看得通 道理就能明白了 就这个行为来讲 你真照这一句话 里去做的话 其余的行为 都可以包含在这里面 他妙就妙在这里 你学周一 学周一 就是要用这个方法来学啊 不是这样的话 你要一口气 把这个经文都背收了 然后按照这个 古人的诸件 你是一个 都把它解释明白了 解释明白以后 你还是没用 不知道怎么用法 你还是没用的 还是学不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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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